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辛万苦的运送到道场 小孩子他来的时候他早上吃素 午餐又吃素 到晚上他又跟师父说 师父 怎么又吃素 所以我们就一直记得说 当时佛光山在收容山地的一些同胞 还有很多灾民的时候 像师父就会站在灾民的心情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山地的同胞信仰天主教 所以大师就把他的心灵的导师 像牧师就把他请过来 甚至也是方便让他们到佛光山 山外去让他们吃一些他们的食物 就是温食 因此我也是学习我们大师怎么样做 这个振灾的人性上这个温暖 所以在这一次呢 我就跟这几个小朋友说 住在中美市高兴吗 高兴 有没有happy 我说那你会不要吃麦当劳 他说非常好 所以呢 吃牛肉 就是说 就当然事后也是有安排我们的这些会员 就也买了一点东西 这个麦当劳他们想念的食物给他们吃 对 不过这些小孩子呢 也是这个非常有这个慈悲 跟他这个好的念头 当他看到我们还在搬桌椅 又为了救济其他人的时候 那小小六岁的孩子 他也说师父我可以帮你搬椅子 他就帮忙坐啊 那坐完还要来跟我报告说 师父我告诉你 我给你全部算完 就是有三十六张 哇 这么清楚 有一种就是从灾民 然后到他投入 所以我感觉 救灾 大家的这个爱 大家的这个慈悲力 大家的关怀力 其实在这种感染当中呢 他的力量是很大 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美男新闻做这个节目呢 其实也是一种抛砖淫浴 让更多的人他想做什么 或者他不能做的时候 他的念头也是一个爱的spray 是一个deliver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是啊 我就觉得 休顿这次在号场有的有 最多的说是八百年一遇 八百年一遇 不管怎么说是百年一遇的大灾 嗯 我感觉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华人相当团结 不止华人 对 可以说是百年大灾百年大团结 各族人民都很团结 现在 嗯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美国 嗯 其实有某种 蔓延的这种种族的仇恨 这种 对 我觉得这次 通过休顿这次大灾 嗯 可能在某种上还坏事变好事 现在 起码在德州地区是民主大团结 对 根本就不分种族 我们现在救援在外面 很多 墨西哥人 黑人 我们都是混在一起的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我觉得这个 嗯 这个另外一个意义 他也有就是这个 德语诗 也是很难说 也是很难说 当然灾难 是让我们很很心痛也很难过 但是在人心上大家的一个 就像大师讲的这种和谐 也有关系 对 对 他也有 在人 可以分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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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 现在的小童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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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ing for the hurricane through the danger of the hurricane And there was the one day where we were all safe We were spared And my daughter came to me and said...ies I want to help I want to help So I contacted May from the temple And she said...they need cooks I I don't know how to cook I know how to bake bread but I don't know how to cook So I said... I said I can bake bread and Sam's Club was open and got some supplies and my daughter and I went down to the temple and started making bread there was a young man at the temple whose family was there he's 14 years old he plays in the same band as my daughter and he came to me as a 14 year old boy and he says Can I do something to help you? That's right I showed him how to do all the steps and so we took pictures and I to me that's kind of a that's kind of a miracle Right 这次当然了 14岁的小女儿 另外14岁的一个玩音乐的好朋友 14岁的孩子就主动提出来说我能干什么 我来帮你干什么帮你做饭 很感动 对 我们这次因为我们休斯顿协会也有青年团 对 我们整个青年团是全部都到道场来 搬运 然后分类 乃至直接走到灾区或者灾民 他们都给这些年轻朋友也有一些的鼓励 跟这个勇气他们能够重建他们的家园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让年轻人可以发现说我们年轻人也可以为世间做一点什么 对 这个也是很了不起 尤其像年轻人可以呼吁这个部分 让大家年轻人可以关心我们的家园 很可贵的一面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宣扬他们 值得宣扬 这个Million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 像也可以分享一下像这个ABC的主播 其实他也看到我们做的这些第一时间开放乃至做的后续的这些呢 他他个人也是给我们这个按赞 然后同时也分享在他自己的这个Twitter这个整个族群 所以这个力量都很大 所以让后期更多的人就也在就等于也协助修斯顿或中美市做更多能够确实震灾的这个部分 对 讲到后来我们先是救灾 救灾完了以后呢 还有灾后重建 灾后重建方面当然各方面的事情都有 恐怕时间更长 那么我们请问安师傅 在中美市作为这个宗教的团体能在安抚这些灾民的心灵方面 或者在以后正在以后的救灾 以前是救灾说错了 以后那叫灾后重建 在这重建当中能发现什么作用吗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像9月3号 我们的总统他就有宣布说这一天就是全国呢 为这个灾难的祈祷日 所以我们中美市呢 也在这一天响应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有为在这次灾难中 不幸这个灾难的人民 以及在这次灾难当中 这个受难的人 我们都分别为他们做了这个祈福 跟这个祝导 那么就像刚才Steve讲了 有一位了不起的警察 他就是讲到说我要去灾灾 其实他太太不要他出门 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这是他要服务大众的时候 所以他也这样因功续职 所以我们个人 我们道场也特别为他个人 也立了这个牌位 那其实在这一天的法会当中 就有各族群的人一起 来参加这个祈祷 包括我们这个市府人员 也都来全程参加 对这样我就是感到说 我们其他各宗教也有机会 大家来为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我们可以together 然后就为整个这次的 哈维的灾难 来为大家做一个祈福 祈福 祈愿 因为心灵上 不管是看到这样的灾情 或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都是感同身受 这个时候心灵上 其实很需要就是一个安稳 然后一个平静 然后一个怎么样再积极 来服务 大家联在一起 我觉得 在这个部分 宗教可以做 对我觉得您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平时发的作用可能要更大 因为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些辅导 因为心灵上 这个辅导是需要时间 包括救灾这些后续 可能也都要整个政府 民间所有大家都是要一起投入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种 当然也有一种形态 过去在佛光山也做过不同的形态 那可能可以譬如说有一种音乐会的 然后来 音乐会其实可以让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人也能够来付出 因为有时候透过一种音乐 也是可以让心灵上有一种宁静 然后一种稍微就是整个身心 在一种舒缓的情况 这个也是很好 然后再加一些助导 对 然后回向 回向 就像大师讲的 希望大家重建信心 重建家园 然后也祈愿这个灾害灾难 不要再扩大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没有错 我们都很期望 以后看到佛光山有更好的这种 在社区里和在整个 我们休斯顿做出更多的服务 更多服务人群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灾难再发生 就是说 但是就是也让大家知道说 不管是哪一个社团 其实在这一次的正在当中 都是值得赞赏跟肯定 以及鼓舞他们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在休斯顿大家 一种很大的离聚力 对 很了不起 非常感谢 我相信在以后的心灵 重建当中 我们佛光山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安师傅在这次救灾当中 做出了这样卓越的领导 我相信今后 安师傅也会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这种喜讯 使大家的心情更加平静 对 因为像我们的道场 也可以禅修 还有很多也有这个吃 后续还是有 平日也是有开放 那总是如果可以 我们可以对世间社会做一点 什么的话呢 请大家就是来善用这个中美式的场地 那或者有需要去外面辅导 我们都很愿意 太好了 那么感谢三位到我们今天的演播场来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应的资讯 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